接下來我們會聽他的引擎聲 順不順 對啊 引擎的話呢 一般人啊 看車一定只看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看車 我們路路跟消費者 哈囉各位大家 我是小羅 今天呢 我們來到一間車行 然後他的名字叫做 阿馳車庫 為什麼今天我們要來這裡 就是因為 我們今天要買一台貝布車 那其實我在YouTube上也有看 阿馳的影片 還有小吃的影片 那主要就是因為他離我很近 所以我就來阿馳車庫 其實我們有在Line有稍微聊過 那我想說藉由這個機會 我們來詳細了解一下 中古車行到底都在賣些什麼車子 然後會不會給你看他原來的狀況 再去做後面的修補啊 什麼之類的這些 今天主題主要還是跟大家講 一個月三萬塊的月薪 你要如何買一台車子 然後養一台車子 等一下我們就請阿馳來幫我們做介紹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車子 這個車子是我從阿馳的上一支影片去看到 這邊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我已經看到這台車子在影片當中 所以呢 我今天就是特地來看這台車子 然後我也決定要這台車子 在決定之前我們要先注意哪些事項 我們等一下就請阿馳來幫我們介紹 那阿馳有說過 這些車子全部都原版原漆 會先給我們看到最真實的一面 然後再去做決定說 這些修補都是些什麼 原版原漆 所以呢 它有一些車的外觀 還是有存在一些傷痕 沒有先做修補 會先給我們看到 我們就先給各位來看一下 好 那像我剛剛有看到的 像是這邊有一道比較明顯的 哈囉 嗨 哈囉哈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太棒 我剛剛在裡面看到你 你來了 對對對 謝謝 沒事沒事 我們現在就請阿馳來幫我們介紹一下車子 也就是我今天 有喜歡到這一台車子 所以請阿馳來特別介紹 好 沒問題 那知道這台車子之前呢 我先介紹我自己一下 大家好 我是阿馳 謝謝 謝謝 那我們看車的話很簡單 我們先看什麼你知道嗎 其實 板件 我剛剛看到你有看這個小滑痕嗎 對 其實我們板件的部分 漆面的部分 我們是看車是放最後階段 所以我們要先看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先看它的主要結構 主要結構是什麼 車子的梁 我們先看這個 大梁嘛 對 我們要買這台車 我們必須要先知道說 這台車是不是重量積固車 所以我們要先看大梁 誒 確定好這台車不是重量積固車 之後 我們才開始想要購買了嘛 才開始看漆面 對 合理 那我們先看什麼 大梁 好不好 OK 基本上我們打開引擎室的情況下 我們要先看的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我們要先看 像一般人會教你什麼 看貼紙 嗯 但是我說據實在的話 貼紙不太準確 所以我們要看什麼 除了看貼紙之外我們要看它的螺絲 來給各位看一下 鏡頭戴一下 好 來來來來 這是螺絲 我們要先看它的螺絲有沒有去做任何的拆卸 或是轉動過的滑痕 嗯 不過有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很合理的懷疑說 這個螺絲蓋是不是曾經有去碰撞 它才會拆起螺絲蓋 但是我們目前看的在車是沒有的嘛 如果假設它今天有拆卸的情況下 我們必須要往 我們要推理 就跟柯南一樣 我們要辦案嘛 為什麼才會拆起螺絲蓋 我們自己去看 懂嗎 例如說 發現螺絲蓋有 可能螺絲有拖氣的情況下 我們就是往內看 往內看什麼 看它車體 車體的大梁 底下這個就是大梁 大梁的話上面也有螺絲 如果假設我今天車頭被碰撞到的 大梁螺絲也有拆卸的痕跡 那代表什麼 100% 對100%撞過 100%撞過 100% 單純如果假設我的眼淺蓋螺絲有拆裝過 可是我的梁的螺絲我沒有去動過 那是怎麼原因一點 可能是調整或是單純粗飽換眼淺蓋 就是這樣用正常的邏輯去推出 這樣車頭不笨 ok ok 明白 那這台車應該都沒有問題 螺絲 ok 大梁螺絲 ok 接下來我們就聽它的引擎聲 順不順 對 引擎的話呢一般人啊 看車一定只看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看車 我們如果跟消費者 客戶來去買車回來 我們不會只看它的引擎 我們是會把這個上蓋拆開看 這個上蓋都可以拆 嗯 幹嘛 拆開來之後我們可以看它的 接縫處 上面是上蓋 下面是本體 上方是密合度的地方 我們可以看它有沒有肉油 如果假設說你拆開發現底下這邊都是油 還有上面都是油的情況下 所以我們說你千萬兩根 那有什麼 它已經準備要修了 對 而且是大梳 對 那大梳的啦 那看完之後沒問題了嘛 那我就把它蓋回去 好不好 好 蓋回去的話我們可以用手去摸看看它的引擎 因為你用聽聲音聽不出來嘛 用手摸 欸 就是看它的頻率正不正常 看它會不會插插插插插插 或者抖動太大 對 因為如果說你的引擎盒不順的情況下 不會有這麼規律的頻率啦 一定會突然動一下動一下動一下的感覺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用手摸 就像儀表板上面看到它的怠速文部 對對對 但怠速的話 其實它反應有點慢 我們還是用摸的最準 對 目前都應該很健康啦 OK OK 那我們就繼續往後看 好 我們車頭看完了 OK 車頭看完之後呢 我們就看什麼 車屁股 車屁股看一下 車屁股的話呢 一樣 一樣的邏輯 我們可以看什麼你知道嗎 看螺絲點 一樣從螺絲點看起 都沒有任何的整整橫區 對不對 對 那如果假設 這個車屁股呢 它有轉動痕跡的情況下呢 我們就是一樣 跟看車頭一樣的意思 再往內看 看什麼 看它的底堡 背台式底板 我們可以去用手按壓這個膠 我們摸摸看 我看看它有沒有被修復的那種 對如果說修復的情況下 它的膠是軟的 一樣是硬的 軟膠是啪啪啪啪 這是狗鼠離婚的感覺 這是比較偏硬 對就是硬腳 沒有錯 因為軟膠的話 它裡面會有空氣 空氣的IrG 你會很明顯的 像這種一樣 就是這種感覺 對這種感覺 沒有那麼軟 這裡是這種觸感 懂嗎 然後看這邊 假設看完之後呢 我會習慣性的去拉這個膠條 這個也原廠的膠 這個你放心 你可以看它的support 都有點 因為車體在組裝的時候 它們是板件接合 是用機具 去和解 這都是support到底 如果你看這個support到底 它這個support到底其實都很規律 一個小圓圓圈 一個兩個三個 這是到底的 如果你發現中間空輪段 你就要懷疑了 是不是後面有被捲傷過板修盒 因為你板修你會怎麼樣 這個會換掉 換掉你不可能有原廠的假聚盒 就是support到底 懂嗎 這很簡單 有的他們自己焊接不一定是 對 有些人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焊接是拿劍砍槍去燒 它不可能會有什麼 外廠休息上不會 不可能會有原廠的組裝進去啊 它是一個怪手 很大隻那個機械手臂有沒有 夾起來啊 你知道為什麼 外廠不可能有人做到這樣 這個這麼大的工程 對不對 對啊 OK 那我們要把它塞好 這樣會看的啦 會 比較簡單 然後都看完之後呢 我們就是開始會 檢查什麼 車體的刮傷 最後一步 最後一步 不是 最後一步 最不是試車 對不對 合理吧 有幾處需要整理的啊 等一下你說它有幾處 這邊看到有一處 這邊這樣算一處 OK 然後咧 然後再來 這邊也有一處 開門的時候碰撞的痕跡 然後咧 再來就是 這一邊 葉子綁 OK 這邊對有滿滿的 滿長的細痕 對 滿長的細痕 還有咧 還有 邊邊的 稍微 像掉漆吧 喔這邊 這應該 對 沒事 OK 好這些我們都有錄影起來啦 對對對 呵呵 就是修復前 本來該原油怎麼樣就是怎麼樣 對對對對對 這個都是怕你開門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高低差 如果有高低差 我會直接敲到我的板件 喔這樣就會受傷 對這樣就會受傷 所以原廠他們都是會做一個東西 這個這樣買一台車都有 那外觀的話應該大致上都算看完了 一樣也是邊邊這邊 一點點而已 都是小問題啦 對對對 那些花勤都可以整理了 對 合情合理 合理合理 這台車還滿意嗎 滿意 對 大家還是要理解喔 就是一分前一分貨啦 其實我覺得合理啊 怎麼說的你知道嗎 因為你一台AutoBuy的金額 現在可能新的要7-8萬 對 如果含ABS的話就要到10萬了 喔要到10萬喔 不然就我們接受不懂 都到8-9萬了到10萬 OK喔 那你今天拿兩萬塊買一台汽車 感受上不同啦 對 我不用折風淋雨嘛 對對對 而且又冷氣又暖氣 對對對 對 那車子多喔 OK 那最後呢我們就來 要不要看看看 好 試駕的環節 試駕的環節 感受一下 好不好 好 那就先 請上車 來左轉 路有沒有直 然後我們基本上 我們要試車的情況下 我們必須要試它的定位 定位的話 可以在路比較直的地方 稍微讓它怠速 讓它走 看你翻翻版會不會被牽扯的感覺 所以是要放掉嗎 嗯 放掉是可以啦 我脫子放掉 這樣好像不太 對 但是我怕你危險 對 那你可以放鬆感受就知道了 對 看它有沒有直就對了 對對對 這是最基本的定位的問題嘛 然後再來我們可以試它的煞車 煞車下去它力高夠不夠 然後它有沒有力或雜硬 這個第二個重點 然後第三個重點就是我們剛剛有遇到一個路不平的 像這個水溝感 高過去我們還要聽它的底盤有沒有炸硬 它懸量飛彈不正確的 就是我們的底盤 目前那是很冷Q 飛彈是不會讓人覺得不舒服 然後就一直撞到底就對了 欸不好意思講話太粗俗了 開到底就對了 好 不好意思 對 很習慣啊 你要習慣阿齒的說法 對 好啦 你有沒有賺的 沒有啦 前面路還不夠 對 整體來說都算蠻安靜的 CP值蠻高的一台車說實話 馬上的話 而且日系車又可以比較耐開 對 然後再來 像個人見了見識啦 反而Toyota你在開的回饋感 反而沒有像Mazda那麼好 它的聲音會比較多一點 比較明顯一點 因為它 它要做輕量化嘛 所以它反正我比較薄一些些 有時候我怕我長太明顯的話 怕開Toyota的車子會幹給我 我懂 用手指一按就會下去的那一種 對對對對對 我們大家回現場 我們來測試給你看 好 我們用手指壓按看 我們用影片說話 我們不要自己講 好 實測給各位看 好 當然人家說我亂講話就不對了 嗯 到後座空間應該都還OK吧 五幾公分 一百七 一百七 一百七好像還有留一個位置是OK的 舒適性性還OK 如果妳今天要在家人 妥當 欸像它的那個牌照跟燃料碎啊 說它有沒有刷卡這種選項 我們國家喔 國家有刷卡的選項 有啊 喔有這種選項 有有也有啊 就是綁定信用卡 可以 像妳自己都沒有抽煉嗎 本身的抽煉 對沒有抽煉 可以聞聞聞看車那個煙味 嗯 都沒有煙味對不對 對 那妳可以看它的A柱 都沒有煙垢的痕跡 因為有些抽煉車 上面天旁會黃黃的 嗯 一定會黃 要煙的那個腳油 對然後會蜘蛛 對啊這個時候沒有 那直接可以看它左上方 前道怎麼那麼棒 上面寫什麼 馬自打 所以這台車子都是在馬自打 原廠保養 對 那如果像我們說今天 不管我也好啦 或者是其他人買車 那一般買中古車 會建議也回原廠 欸我說實話喔 不建議 不建議 因為原廠比較貴 喔 那如果像我們一般買車這樣啊 那如果去保養廠 對 外面的話有推薦的嗎 有有有 基本上我們全台灣 然後我們都有配個跟認識的保養廠 喔 所以就是可以去到那邊 然後去做保養 可以 像你住平鎮嘛 平鎮的話我自己認識的兩三家 都還不錯的 那你抱的名字一定很便宜 好 對於年輕人 三萬塊到底買不買得了車 在這邊我要跟大家講一下喔 我做的行業是做科技業 那就不講它的名字是什麼 那你只要穩定的薪水 信用沒有不良 有老闆 基本上都可以過 對基本上沒有錯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你在買車前你可以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分期的%數 對 100% 那問這個呢 對方如果可以明確的告訴你 那就沒有問題 因為一般有車商會在5%以上 我有上網查過 最高可以到12% 對12% 是很驚人的喔 對 那個有點誇張啦 對 像這台車我看下來就是 阿茨開又48萬 對48萬 然後我們分期是要做5年的方案 對 60期方案 60期方案是5% 對 所以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 市面上有很多什麼強力過堅 其實這都不存在的 真的沒有強力過堅這種事情 對 再來就是新手買車 剛剛講的那些注意的事項 對 這些你們都是要去看的東西的 對 然後其實我自己做車行有蠻多 你剛出社會嘛 但我之前不是拍很多影片 就是 年輕人 愛窗逼 對 其實那個是蠻辛苦的 雖然你這個狀況 你要帶一台 可能沒比10多年的進口車 一定是帶的過 可是 我貸款雖然搞不好 我算了 我找得起 可是陸順基今天買一台 10多年的進口車 你要考慮到一個問題點 就是 我的養護成本是多少錢 因為買車其實不是 不單單只看什麼 月角塊 對 主要還是看什麼 後續的 保養 維修 這些後期的金額 但是很多年輕人就是覺得 欸 這月交款 一萬多塊 我OK啊 我月收入三萬塊 我拿三分之一 我去繳 我一定繳得起啊 但是啊 你們就是少穿到什麼 免護成本 那到後來變怎麼樣你知道嗎 車壞掉 沒有錢秀 很多這種案例太多了 所以我才拍這麼多類似影片 來勸導年輕人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不要 因為 我想要 開好一點 想耍帥一點 想要在朋友圈 得到一些比較好的尊重 然後就是硬著頭皮 幹 不符合自己能力的事情 對 這覺得是要要不得啊 像你自己就覺得想法是很OK 當然 當初社會 買車這個東西 一定是 你有需求 我再買 我沒需求 我就不要買 對 如果說我今天是確定是 欸我今天上班 我到通勤要很遠 或是我常常在出去 我真的必須要用到車 我們再買 如果說你今天買車 你是 我想買而買 那是不對的 因為你到後來 你只浪費錢而已 對 所以這樣各位有了解嗎 對 不要再買什麼BMW 沒錯 還有賓士 欸 加油下方吧 欸這個懂 這個懂 然後到最後呢 是怎麼樣 你要維修你也繳不出錢 你就想說我先加減開 開到我有錢的時候 我再修 到那個時候已經是大病 到那時候 車子已經綿綿要了 你叫車廂收 我們坦白講 我們也不敢收 因為隨時都會有問題 對啊 你回來你要經歷啊 你要花錢啊 回來你就花很多錢整理 才會鬧意義 我們車廂又不是 又不是腦筋阿死到 買一台要所有車回來幹嘛 對 所以各位這樣理解嗎 應該OK吧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期待 帥哥您交車了 對 那這個呢 我們會分別在下一集 所以各位呢 如果還想了解的話 也可以到下一集去觀看 對 OK 那我們就期待你的改變 下集見 OK 拜拜 蓋鏡頭 來喔 Talota喔 這個看它LOGO Talota啊 沒有照講 兩根手指頭 有沒有 很明顯吧 有變形喔 我現在有力的喔 我沒有出力喔 然後我再來看 我們的 馬自打 馬上 怎麼樣 就壓滿大力 它才會 剛剛那個我吃進去搓 就會了 這個壓滿大力的 對 這是 差別 嗯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